一直以绅士形象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李志廷有了转型的动向 即将上映的《功夫一家》与成龙大哥合作 让他这个武打迷过足了瘾 最近还是忙着筹备下一个影视项目 对 然后动向我还是希望多拍一些动作的戏吧 我这些动作戏特别吸引我 然后就特别期待将会上映的跟成龙大哥 跟徐克跟袁和平导演合作的戏 我都特别特别期待 虽说鲜少尝试功夫题材电影电视剧 但首次挑战便获得了导演肯定 称赞其象截了25年前的成龙 这对本身就是成龙大哥迷的李志廷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肯定 我觉得这个过奖了 实在真的是过奖了 我能做到成龙大哥的十分之一 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跟成龙大哥合作 真的是我一个很大的荣幸 因为就很早就开始迷他的动作片 我觉得他的风格很独特 那这一次能够身在其中跟他一起去合作 学习东西 而且就是我们拍的也是他的那种风格的动作 所以就反正是圆了一个小梦想吧 为了像硬汉路线发展 这肌肉线条什么的还不赶紧练起来 健身用意志力没有别的 其实很多怎么说呢 我觉得任何一样运动都是好的运动 都是对身体好的 所以运动最后的精神就是一种坚持 一种意志力 我觉得把精神跟意志力练好了 基本上就可以什么样都可以了